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这个不完全是颈椎的原因 你颈椎是有问题 但是与七龙有关系 与你这么久时间的休息也有关系 心情上的导引比较重 我说刻意的导引一些气脉的用转 时间久了就会 你腿也麻 脚也麻 手也麻 而且拔得很厉害的话 这个一定要从中枢神经找原因知道吧 你整个脊柱的神经它这样也没有问题 只是颈椎有些问题 那么腿麻是颈椎破不到的 但是你齐龙整个气脉发黑 齐龙 这个气脉不正常 那就是脉毒 但齐龙主要是胎毒 胎毒跟父母怀孕的时候 就是说母亲胎里边有些胎毒 但是这个毒怎么排 每一个人排法又不一样 但是你没排出来啊 但是你会感觉到它就是个毒导致的麻 太毒这个很难 就是静坐了 我觉得你配合用动拱 不要静坐 先放弃你以前的那些 比如说开脉笼啊 或者刻意的通绳啊 这些些暂时放下 就是一种无为的方法 比如说四大解枯 你就把身体空掉 那空掉连气脉也不存在了 些只是在意识上培养专注就行了 不要管肉体 先把肉体放在一边 先不要去在意你的脉笼啊 气脉啊 酸麻冷造都这样 不要在意生理的变化 第二个呢 就是配合动弓 就不要就是做的 就是说瑜伽也可以 站桩啊 就是动弓用动 配合用动 在一段时间以后就好一点 可以 太极可以 站桩太极 配合太极 修关旁关 关自己的念头 还是把肉体空掉 不管它 先不要修脉露修这些 手都拿起来放下 会倒有气在勤力用心 手是 平时不是我们说 手是气的头 手一动 气就跟着要循环 手很重要 所以不要 暂时不要动 比如说太极年 一开始打不到位 我这边大家练习站桩 站桩很容易带到位嘛 站桩还有比如太极拳前面的一些辅助功法 比如说配合静坐的好多的气功 或者密中一些很猛烈的一些功法 翘无也行 只是夹着一个洞 能够很放松的洞 很熟练很放松的洞就行 不要刻意的倒有气脉 你越放松 卖赌牌的越轻松 就是越快 因为你不是很严重 但是如果要很严重的话 那就另倒边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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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